那首先第一个这是第一次在哲悟 有这么多人在自我介绍的时候 还要说一下他的基督徒的身份 或者什么的身份 通常大家都不会说自己是什么身份 好比说统派啊 独派啊 左派 大家都不会讲 今天大家都讲基督徒 所以呢 抱歉我调查一下 你不是基督徒的 举个手 大家帮你鼓掌一下好不好 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是7点到9点 那9点的时候我希望活动就能够结束 但之后有一段时间大家可以有什么问题还要讨论的 都还可以再继续跟讲者谈 那所以呢 我只简单讲一下今天为什么办这一场 那当然刚刚已经有不少人都讲到了 但是呢我觉得有一点在我们今天开始之前 我觉得可能值得拿出来讲的 就是我觉得在台湾谈这个事情呢 其实跟在欧洲 在美国 在南美洲 在北洲 谈这些事情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在很多其他地方基督教因为他自己走过的历史 他在那个社会可能是掌权或者曾经掌权或者是优势的群体 可是呢在台湾从来不是 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现象 但是台湾确实刚刚也有人提到说 在过去民主化运动中有过一些参与 那所以当我们在2014年春天发生了太阳化运动 之后各方面的检讨 以之后对社会政治方面的发生了冲击的时候 那现在又包含有在政治上 某些教会或者某些基督教群体有一定程度的希望能比较积极的作为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是在台湾可以值得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谈的地方 那但是呢对于几位对于其实不是基督徒 或者可能对于教会不是那么熟的呢 我觉得简单讲两个我过去在这件事情上的印象 也就是基督教会跟公共之物甚至跟政治之间的关系 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可能大部分人有听过 对于是在教会的在神学院的一定都听过 就是在德国二战前纳粹上台的时候 那他那时候其实有希望德国的教会能够接受一个新的信仰上的要求 那那个时候有一部分的教会 而且是跨中派 包含路德宗 包含改革宗 还有其他中派 是联合起来发表宣言说我们不接受这个人 那因为我们认得的掌权者只有一个人 那只是我们摸不到这样 就是上帝 那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到有一部分的基督徒是以 他的神学或者他的信仰作为理由 在反对现实的政权的要求 那这个其实很直接的 已经是教会跟公共发生直接碰撞的一个例子 那当然刚刚有人提到莫特曼 那个是二战后的德国的政治神学家 那这个整个在欧洲有让他自己发展的历史 那有另外一个例子 我觉得是比较有趣的 就是说有另一个有万一教会跟公共接触的例子 是在1776年 有一个英国人 他叫他叫潘恩 他去美国 那时候还没有美国 去英国的殖民地 就匿名出版了一本书 又卖得很好 而且呢 就影响了当时的舆论对于怎么处理殖民地 跟殖民母国 也就是英国的关系 那本书叫常识 那后来卖得很好 他就在再版 那再版了之后 他可能因为卖得好 那就敢挂自己的名字 那在再版的常识这本书里面呢 他后面有一段附录 那附录的最后一段 是专门针对教会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 在美国有一部分的教会 在殖民地有一部分的教会 就跑出来说 我们要服从在世界上的掌权者 因为掌权者是神为我们选择的 那而且我们都要和平 我们干嘛跟掌权者翻脸呢 或是要动刀兵呢 那潘恩在他的再版的尝试 最后就是特别针对这些教会 你们发表的那个小册子 那时候大家都用小册子在战 那时候都要发行 那这样脸书就可以在 他说你们讲的这些啊 既然你们觉得教会要服从 神在世界上为你们选择的掌权者的话 那你就不应该出来发表这些 因为等到打完了 会有新的掌权者 新的掌权者你们服从就对了 这不是你们自己讲的吗? 那你现在为什么要出来 发表这些东西 反对我们目前跟英国 尽可能进行为殖民地争取权利的尝试呢? 那这也是一个很激烈的碰撞 那但是在大部分的情况下 大家对于基督教会的认识力 就是这样子 那特别是 刚刚有人讲到在318的时候 原来演到查经班 其实我不晓得 那查经班为什么会讲到马英九 其实我蛮好奇的 圣经不会有马英九 那但无论如何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有累积了一定程度的反思 那也包含环境有一些新的变动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 那我们 我先介绍一下今天的讲者 那第一位讲者是台中盘领教会的牧师 第三位是在和平长大教会聚会的青年 杨柏威 那今天我们就会按照这个顺序 请双牧师先从神学的角度讲一下他对于 不管是基督徒他的公共 或者在基督教义上如何看这件事情 提出他的看法 那接下来我们会请陈思浩牧师 从他经验上 包含特别是牧会 或者是在公议题现场的经验 来提出他的看法 最后我们请社卿杨柏威 来讲一下他的经验 那我就不多占用时间 我们把时间交给双牧师 谢谢 大家晚上好 我其实应该要回台中去传福音才对 我的出现在这个地方本身是一个反差 也可能会是我 我要论的东西 跟可能大家期待听到的东西 本身会成为一个讽刺 或者是反过来的东西 我在长老教会长大 我最终写了一个博士论文 在处理政治神学这个议题 其中有一点点的片段是在 我们最近出了一本《论太阳化的向阳性》 里头有几个chapter 我那时候为什么会处理这个议题 作为我的博论 原因是因为 我有点辛苦 在我从小在长老教会成长的旅程里头 发现每一次只要到选举 我的群体氛围就会有一种比较特定的负担 或特定的取向 我总觉得好像在一个环境里头 或者在教会的概念里头 它应该有某一种的东西出现 但是没有 我带着这个好奇 另外一个我也觉得 如果作为一个教会的组织 它其中的一个主张是要建立一个心而独立的国家 那我一直很好奇就是我的基督教的信仰 或者是圣经的阅读 跟要成立或支持一个心而独立的国家之间 到底有什么逻辑的正相关 是我一直很困惑的 那带着这个困惑就往前行去做这些梳理 那整理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教书之后 我到教会当一个牧师 今天晚上接下来要谈的东西 我选择用一个身份来限制我自己的发言 选择用一个身份来表明我的限制 我希望用以爱为奇的暴力承担来跟大家想 因为你知道什么东西都是以爱的字名 那其实是很痛苦的事情 那什么东西都是爱 我了解在这个 给我一个Enter 好像没有反应 在神学的光谱里头 有非常多不同的近代的神学家 他们对于基督教的信仰在公共领域 可能是像Mers 他是一个天主教的神学家 有基督新教的或者是天主教的神学家 都提供了非常多洞见 很好的反思 那我刚卡住了 那我今天没有打算把这个光谱开展出来 因为在这个有限的三十分钟里头 我选择用一个主题 就是爱来呈现 不谈论谁的理论 那公共事件 你可以把它拔掉再插进去 会不会它就好一点 重读一次它会读到 我想讲的就是说 就基督信仰来谈 我们怎么样来看 基督信仰在公共领域当中 它展现自我 是一个比较恰当的自我展示 我们今天认识基督宗教 大概不会脱离建筑物上面的一个象征 叫做十字架 那十字架作为一个准公共事件 本身它是爱跟暴力高度的浓缩 那么这一个辩证如果没有被开展出来 所有的爱它肯定是一个暴力 但如果这个辩证能够有意识的被开展出来 这个爱就有机会来自我解释 没有一个爱能够自我正成我是全部 但如果它没有在一个脉络里头 反身解释自我的存有 那么这样的爱肯定是一个暴力 那我尝试用这两个很矮板的 约画的方式来呈现这两件 这两个差异 第一个叫做作为始终受苦的原则 这个公共事件 另外一个是造成始终受苦的原则 这两个主词不太一样 或者说这两个尝试要表达的东西不一样 就左边作为始终受苦的原则 我要说的是生命造成了原则的受苦 最近有一些基督徒很认真的要参与公共议题 透过组织政党的形式 那在这一套的论述里头 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就是如果立法通过 不管通过最近的拔河会拔到伴侣的概念 还是要进到承认同志婚姻的部分 那在这个传统里头会很担心 基督教的信仰如果不发生它会崩盘 或者说基督教的信仰如果不在这个重要的公共议题里头表达意见 那么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基督教的信仰 基督教的信仰它应该要负责任的在公共领域里头说话 这些客观比如说片面的这样开展出来 其实每一个句子也都讲得挺好的 我们的确也应该要 那什么叫做基督教信仰在公共领域里头 更恰当的意见表达 在整个基督教的历史里头 我们会发现光谱有左跟右 那有非常多元的表达形式 而我今天会采取的表达形式 是比较激进的表达形式 而那个激进不是解放神学的激进 那个激进不是解放神学的激进 那它会是什么激进呢 我认为这个激进如果我们用很标签的语言来看 搞不好你会把它当成是很基要派的激进 那怎么说我再往下讲 就是生命造成原则受苦 在这一个传统里头 跟右边这一个原则造成生命受苦 其实有一点不一样 那简单的来说 左边关注的是原则 对不起 左边关注的是生命 右边关注的是原则 今天有一群基督徒很关注原则 非常担心原则被破坏 如果那个原则他们以为这个原则叫做真理 那这个原则呢 就这个传统来说它可能是个法案 一个具体的东西 他们很担心这件事情一旦崩盘了 它会造成真理的崩盘 然后这个就会让加龄价值完蛋 那却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一个表达出来 它造成了一些生命受苦 回过头来另外一边 关注的 左边关注的是 受苦的不是人 受苦的是原则 这是我的立场 我认为受苦的不应该是人 我认为受苦的应该是原则 怎么说 如果原则要可以等于真理的话 真理应当是受苦的那一方 真理不应当是使生命受苦的那一方 成如耸立在教堂上面的十字架 如果我们所膜拜的那一位耶稣基督 始终以受苦者的姿态展现其自身 恐怕我没有办法能够想象 耶稣会是那一位定立一个使人受苦的耶稣 因为他自己用他的受苦 来建造或者是来成为所谓真理的论述 那你说这样的东西 坛当然很纯粹 但它一旦落实到一个实体 或者是一个群体的脉络当中 那它会展现出什么样的图像 简单的来说 左边关注的是上帝的受苦 右边常常给人家觉得 上帝是世界受苦的来源 很多基督徒很担心 他如果不说话 上帝就死掉了 真理就完蛋了 所以我们要拼命地说话 担心上帝死掉真理完蛋 所以我们很努力地在为上面做CDR 或是对真理做CDR 因为是很担心 完蛋完蛋完蛋 我今天年初跟雷献吵了一架 那也跟很多教会的牧师 吵了不止一架 那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也问跟我一样 每一个礼拜要站在教会的讲台上 讲道的牧师一个问题 我的问题是 如果我们所传讲的那个材料 是叫做圣经 那么圣经里头在处理公共议题的时候 那你说这样论就很原教旨主义啊 你就是直接就穿越时空的脉络 啪 你就速度正义 YES 我是一个原教旨主义 我总觉得基督教应该比ISIS更激进才对 那当然我们的行动是超级受苦的 而不是使人受苦的 那我们讲回来 我就说 我就跟这些牧者思考一个问题 我说如果在基督教圣经里头的历史当中 靠近权力最近 而且应该是非常长袖善务 历经多潮依然坐在大位子上面的 那个家伙应该叫做蛋一粒 如果你有听过电影有这个先知 那这个仁兄他非常有看见未来的能力 他所书写的东西称之为 专业名词叫做启示文学 不论如何你可以知道 这个家伙跟两种权益的来源很靠近 一个权力的来源是俗世的正体的皇帝 另外一个权力的来源 如果你称之为权力 叫做上帝 他跟这两个power的来源很接近 都可以通天的 地上的天天上的天 但是当他的人生在非常末期的时候 他遇到了一个非常糟糕烂透了的法案 这个法案呢 就是说凡是不跟皇帝拜拜 你自己拜拜 那你就完蛋 就要把你抓起来丢在狮子坑里头 我们大概都想 我的英文名字就是Daniel 但是我绝对没有Daniel的Gods 因为我是一个华人 我都会跟Daniel说 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柴烧 干嘛 人家挖洞给你跳 你也真的跳 就很抱歉 他的爸爸妈妈不是华人 要教他要保全日生 这个白痴就往洞里跳 当法案这样公告之后 他还是大辣辣的依然故我 那有圣经的经文说 他照常开着窗 大辣辣的柜子在那边祷告 当然就很容易就被水谷日报跟数字周刊拍下来 然后就告他 然后他就真的被丢进去 其实在但以理这个人物 知道有一个法案要通过 而且是冲着他来 他以肉身去挡坦克 他决定 临背就是这样 我你是如何 他就决定 我就是依然做我的祷告 你说祷告是一个个人的事件 它的确是 但祷告在一个意义上 它又变成是一个公共的事件 为什么 不是因为 在接下来的政治行动当中 它被斗争 而是因为祷告所开展出来的公共 那是一个位格兼计的公共 也就是说我跟上帝 人与我们要person这个概念 人格或者是 一个人跟另一个人这样子 那么但以理 他真的还把那一位看不见的 称之为上帝的 当成一个他互动的对象 于是乎 他们两者之间 两造之间 就出现一个为何坚弃的关系 他承认 在一个对他相当不友善的环境 他更高举这个看不见 但依然真实的领域 他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想看不见的上帝祷告 好了 我跟这些非常雀跃的 要支持政治行动的牧师们说 我很难过听你们在台上谈 当这个选举结束之后 有政党补助票 一票多少钱 如果我们进了立法院 在这一个群体里头 我们有多少政党的基金可以运作 这些牧师开口闭口 都是雷解说 雷解说 我心里头其实是相当的 不以为然 雷解就是雷欠 相当的不以为然 原因是因为 我听不到这些牧师 非常地认真 看待一个危机 这个危机是权力的诱惑 刚刚有朋友们提到这件事情 的确 我自己在一个小小的教堂里头 服侍服务 我都会意识到权力的诱惑 我都会意识到权力的可口之处 当我们把一群很单纯的人送进那一个环境里头 那该怎么样确保 确保也是很无聊的一件事情 该怎么样知道他们站在当中 就一定可以按照我们这一群人所想象的 我们就来支持他 于是我们得更严肃地面对一件事 难道基督宗教在公共领域的参与 一定得推销代义政治 来作为我们在公共领域参与的形式吗 如果不是 那么他又可以用什么样的形式 因为当我援引宗教的经典圣经 我们不得不说这是几千年前的产物 虽然对基督徒来说 我们深信里头的话语权 来自于超越了那一位 我们相信真理昨日今日 主要永远不改变即是如此 我又如何需要 在一个必然改变的系统当中 去进行一个制度的维系 搞到后面如果我成功了 肯定是另外一个君士坦丁故事的翻版 当然日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情 传道书也告诉我们 按照这个真理 我们得让这一群基督徒的故事 在台湾在美国在各地继续地往前走 因为往前看 我的爸爸 这两天我跟他大吵了一架 他支持台湾民政府 你有听过这个诈骗集吗 跟他不要断绝父子关系 我说真的 我没办法接受 一个宗教的人士 可以搞东西搞到这种程度 但是我要说 按照圣经的真理 传道书 最近我的太太在读一本书 正是时候读庄子 我说应该要想想看 非位格性的这件事情 当我们把人与人这件事情拿掉 我们直接谈一个抽象的议题 它会是公共审学的困局 为什么我这样说 我认为位格 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不应该用议题的实事 来展现他自己 又容许我更激进的说 我认为 反同 或者说 同性恋者可不可以领圣参 同性恋者可不可以读神学 它是个假议题 因为我们并不会问说 因为我们并不会问说 要做什么 但是我们又不会说 基督教的信仰 因此没有了真理 没有了规范 那到底什么是真理 又什么是规范 到底基督教的真理 是用来规范什么呢 为格不应当用议题的形式 展现之身 是因为我们在谈的是人 我们在谈的是生命 我们在谈的不可能 对不起我在做我很激进的角度 我站在我的传统里头 我也会尊重 认为应该要 应该要什么 我也会认为 他们很努力的 付出了他们该付出的 可是对我所决定要接受的传统 这种传统 是比较激进的认为 我应该要牧养人的生命 我的职份 不在于判断谁是罪人 每一天早上刷牙 我看到的就是一个罪人 我只能继续的靠着恩典 来跟另外一群 只是他们跟我依赖一样 每个人犯的罪不同 那我跟这群跟我一样 很辛苦的人一同面对真理 面对恩典 那虚未格化的原则 我认为它就失去了 可以规范别人的前提 如果我们不再是要为了人 那我们在谈原则 其实就是谈得很爽 当然我们在谈原则的时候 我们都会口口声声说 我们爱人 那接下来 我们把它再往前推一点 我认为伦理是一种为何兼记的爱的活动 它不应该用任何代理的形式呈现它 那譬如说 在两年前的1130结束之后 我的教会就来了一群 不好意思 1130可能简单讲一下 两年前有一群基督徒 他们很认真的走上街头 反对多元成家等等 这一件事件 那他们很高兴的 中南部 我们有叫浏览车上去 这样子 他们就有很多的活动 在台北串联 我来我教会的这群年轻人 他们都是在台中最大街的教会聚会 他们就离开了到我们的教会 那我们开始就跟我教会的一群长者 我们很认真的来透过这个机会 我们一起来思想 上帝预备我们怎么做伦理的实践 那我们办了非常多次的信仰的座谈分享 我谈几个我很清楚 跟这群朋友也好 或者是跟异性恋者 我们所讨论的原则 第一个 同性恋 上帝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 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异性恋 或者说是不同性别的物种结合的故事 第三章之后 因为犯罪 后伊甸人事件 我们就没有办法在那个秩序的里头 但我不会因为我现在人在后伊甸人 我就推翻那个秩序 我不会因为我做不到好 我就推翻好 我认为有一个东西叫做好 但很抱歉 我是做不到 我在不同的地方做不到 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地方做不到 做得到 我就不需要耶稣基督 我就做不到 那么做不到怎么办 原则二 它需要改变 那改变论是很尖锐的 因为对于多元接纳的表点来说 你说改变是对人的不尊重 那我的改变论是奸基于我对于圣经的理解 每一个人都要改变 每一个人都可以改变 那这个改变包括了所有的层面 不只是所谓的性别议题的层面 所有的层面 但很抱歉 我没有使人有改变的能力 第三 我承认我没有使人有改变的能力 意思 我承认只有那一位看不见 又爱我被钉在十字架上 叫做耶稣的 他有使人改变的能力 既然四 告诉我能力来自于他 连因此第一 人什么时候改变 以及以什么时候改变 就不是我可以决定 或任何一个他者可以为别人决定 你要在今生今世改变 又或者是神给你有所谓的恩典在 心天心地改变 但是我有一个责任 就是放下手上的石头 跟你一起站在圣殿的门口 涉体的普遍性 很多时候我们在追求基督教的信仰 放在公共的领域 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普遍的原则被开展出来 是所有的宗派 管理是统派的 独派的 管理是改革中的 管理是在长老教会一百五十年 在这边或者是三十八年之后 卫尼公会 如果他们是跟着 抢送美人的系统进来的 不管你是蓝蓝绿绿的 我们应该追求一种彻底的普遍性 但我认为 所谓彻底的普遍性 在魏格的前提之下 它应该是极端的特殊性 如果我们所谈的伦理原则 并不是在牧养一个人 经历在耶稣基督里头的改变 这种抽象式的伦理讨论 它都是个报名 因为我尝试归纳出一个颠扑不破的人 我肯定会是岳伯三个朋友其中的一个 他们谈的都是因果律 谈的都很好 但问题是生命需要被独立的对待 因为它得在真正的 所谓真正的困惑 就是人与神之间的公共领域当中被开展 而这一个公共领域 它优先于此事的公共领域 这里谈的是他者意识 容许我做五分钟 大概还有七分钟的时间 创世纪第一章十六节 把人构成 圣经对于人一开始出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型 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 这是一个复数的形式 一神论的上帝内在的自我言说 复数的形式 在这里我们谈的是一个他者意识 基督信仰本身它是一个高度的他者意识 我如何与他者有连结 那这个会产生所谓对于人的开放 那这个我当然没有时间细部的开展这件事情 简单来说绝对他者的确认 我不敢这件事情 好我们讲这个当结尾 把这个当结尾 把这个当结尾 还有十分钟 我还有十分钟就可以了 好 好 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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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他者的确认 这件事情 我认为是戴以理给我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典范 因为他参与在被迫害他的环境 他首先确认有一位叫做耶和华看不见的 这件事情坦白说我认为是不可思议到极点 当然你也可以说是被掳之后 人在宗教书写上的想象里面找到一个认同 但我相信启示是神所说的 那对戴以理之所以困难是因为 他是一个被掳的环境当中 在那个里头一个失去以宗教作为自我认同的环境里 他的宗教不会是他身份的来源理论上是 但没想到那一位超越的上帝 因为我们谈宗教指的是宗教的形式 他没有礼拜堂 没有圣殿 没有祭司来服务他 他没有什么圣歌队 没有奉献这种东西 他有的就是那一位超越的上帝 戴以理首先宣认那一个绝对他者的主题 然后我们会看到相对他者的尾声 我想这是一个困难的 因为当人要尾声在一个非常尾声 这个专有名词这个动词 就是说你高度的投入 没有保留的投入 在一个群体当中 作为一个基督教徒 我们被召唤 要像是耶稣基督一样 去投入在很多边缘的弱势的 不管这个边缘的 你以为他叫做估重量 但是他们 我们都用社会阶层的角度来看 觉得他们是顶端的 挖歌的之类的 事实上individual one 每一个独立的个体 我们都是边缘 但是我们常常被科版的分类模式 把它贴贴贴贴贴 当然你可以用任何一种理论的模组去套 然后去分类 然后说他是有权力阶级 他是有资本阶级 都可以也都不错 但作为 从圣经文文的角度来看的 他者是 只要需要耶稣基督的每一个个体 我们都是应当委身于他们 而且我们跟他们在一起 彼此连结 那我怎么样跟他们连结 我跟监狱里的阿妈阿狗 我跟一起 这个吸毒的朋友一起吸毒 也是一种连结吗 在这里的所谓的连结 会需要有一个所谓 从绝对他者来的托付 叫做 启示的Wall of God 圣经这件事情 所以等一下 四号哥会跟我们分享 怎么样在现场用圣经骂马饮酒之类 那相对他者的承担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牧师 我能够承担的是牧羊 我能够承担的是牧羊 我在面对很多牧羊的主题上 我常常手足无措 可也常常无能为力 但是我带着这样的一个手足无措 不是把握不是自信 我在面对这些牧羊的时候 他帮助我推着我 更多依靠那个看不见的绝对他者 我没有把握 因为我没有资格对人的生命都把握 那我能够劝告他 但不是用道德方式来劝告一个人 如果用道德就可以劝告一个人 那个叫耶稣的也不用来了 他爸爸耶和华来就好了 一样信耶 但你会发现 我们需要的就是恩典 我们需要的就是恩典 牧羊在公共领域当中的核心关注 很多人认为伦理立场就是 反对员成家之类的 我认为这里都只能达到 宣示立场的快感 就是说我透过宣告我怎样 然后斩断 然后这些什么之类的 我讲了 然后就算我来了 然后就像我们在那个树上面刻字 陈牙在这里 帮羊 这是很粗鲁的做一些事情 但这些事情不等于真理的宣扬 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论定了十字架建筑物上的那一个记号 它是爱与暴力的总结 那么作为牧职 我认为我能做或我该做的事情 其实是牧羊 那牧羊你可以说 哇这个讲法太宽赞 而且很相怨 你什么都 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无能为力的 我跟另外一群 自己不觉得自己是罪人的人 然后我自以为我要牧羊他们 那我的努力就是努力的让他看见 我们都需要恩典 这个淫妇事件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公共事件 那这个公共事件本身是一个伦理议题的批判跟反差 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 有一个行营被打 你知道这是一个挖洞给耶稣跳的故事 因为一个巴掌拍不响 男的没有被抓到 他们只抓这个女的 所以这个故事里头已经被历世历代 女性神学家批到翻掉 那我们用这个故事来谈一件事情 那一天当这个人被带到耶稣的面前 那我们都了解所有人都离开了 因为耶稣问他们 谁没有罪 那这一句话我来解第一件事情 这一句话的核心关键 就是在于当人把罪 当成是一个公共的议题 此事的公共议题 他明显的不道德 然后就抓到做错的人 这些人打算这样干 直接就是定他 因为其实他定耶稣 耶稣把人的眼光 回到了但一里的第一个绝对的主题 真正的公共 是人与神之间 叫做真正的公共 当你有God 站在那一位超越于神盼的上帝面前 你现在第一序 First Order 第一序里头 满足了那一个公共 你再来进到第二个公共 当然这是一个很激进的说法 可不可以 所以说一定要先后 因为既然你刚刚说的 没有人是能够那么纯粹跟完全 那我就会很尊重 继续往下一步走的人 但不会是我 因为我是我认为的木质 很多人可能 那个四号哥的木质身份 会去到前线 可是我对木质身份的理解 可能就跟他会不一样 那我们一定会 必死尊重 因为他的孩子比我多 我一定打死他 他生三个我生五个 那第二个是我观察到这一个事件 我讲完这个就做结束 耶稣那天一直没有把腰弯抬起来 那么耶稣做的这个动作 是我非常喜欢这段的经文 很大的关键 这个女生做错的女生女主角 人做错事情的时候 他的眼睛看哪里 看地下 耶稣从头到尾蹲在地上 写字有非常多历史历代的 新约学者在做研究 他到底在地上写了什么字 其实真的干你什么事 但是这些人就没事找事说 不然怎么会有能够读博士呢 博士论 还要做博士后研究 你从事要少一点力气做 那我觉得耶稣有停动 本质上 就是在抗拒了这种知识的满足 知识他就是产生暴力 因为就是挖洞给耶稣跳 就是有学问的人 耶稣蹲在那个地方 耶稣只为一个人蹲 为那个犯罪的妇人蹲着 因为我的眼睛抬不起头来 我只能看着那一位 地上只剩下耶稣 跟我的泪水在沙地上 耶稣只为了罪人 也因此如果基督信仰谈公共 我们作为一个公共世界 或公共领域里头 我们要怎么样 我想我们会被邀请先面对 我与上帝之间 那这件事情被医治了释放了 任何一个美好的事情发生了 他接下来就可以继续往前行 对我来说我作为一个目指 我的接下来往前行 大概会是中科 要不要破厂的在牵厂 台积电的那些问题 因为中部的恐怖是非常严重的 那对我来说这个议题应当关心 但是对一个目指我的关心的形式 我相信祷告 我应该祷告 我要邀请更多人祷告 那你说可不可以比祷告更多 应该也可以比祷告更多 但我没有认为祷告是不充分的 这个事情是很吊诡 我今天不谈祷告神学 但是有一种传统的人是很相信 很认真做这件事情 而我认为我应该要认真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相信这件事情相信太少 我相信用我的手跟走到第一线 跟繁保团体抗争 我认为那个比较有效 但是我的基督信仰告诉我 你要相信祷告 我好痛苦 我活在痛苦之中 但我的目指帮助我 在这个痛苦里头 找到一个更新更转化的路 它是一条变成的路 没有办法停下来 我先分享到这里 好,谢谢 你们要播掌可以播掌 我可以进行 但我觉得正好 刚刚庄务师讲完 提醒了我一个 在活动出来之后 在网路上有人提到说 怎么邀请来的讲者的立场都很类似 但庄务师已经讲了 其实立场不见得那么类似 反过来我觉得另外一个 在沈牧师开始之前 我简单讲一下 就是说哲伍是共同论坛 所以大家想要问什么问题 等一下都可以自己问 但是呢 我们会录影 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发言之后 不要被看见的话 请再结束后来跟我讲 好,那就先这样 我把时间交给陈牧师 谢谢 庄务师用不了 麦克风雪 家瑜在被视频上敲我的时候 说可不可以来这边分享 好,好,当然好 我都一直忘了问 其实主角还是谁 我都没问 一直到他海报桌上一看 庄杏德牧师 那我还要讲什么 这真的是非常抱歉 好,那是先讲 感应主 抱歉 杏德牧师 我敢说 早上会 这些牧者 30岁到40岁那一代 他排第一名 欸,我40岁很老 就不管嘛,反正30,40岁你同吃就对了 所以我会想到 那我也不用准备了 我就听他讲什么 我就回应什么 这样就好了 不准备这个我们就剪掉 不准备这个我们就剪掉 好,就继续继继续继续 那我就说好不好 那就讲一叮叮叮 我们就全部搬过去那边 那只有不到20个人 我们的弟兄姐妹在那边查经 我记得查费地比书 然后说着说着 怎么可能只讲经文嘛 对不对 一定要组合时事啊 对不对 虽然这个卡尔巴特不太 不太赞同这一点 可是,欸 查着查着 我只要在讲 讲到马英九 稍微批评一下 我告诉你 马上涨到五六四根 然后还会硬伤 你知道 很兴奋 可是你查经 不能只查那个嘛 你要回到经文 我一回到经文 讲耶稣的时候 就剩下二十几个 然后 不是一次 不是两次 是整个晚上 我只要讲到马英九 马上就 然后讲到耶稣就 你知道到后来 你们猜我想讲什么 好 抱歉我可以问一下 那个现场的状况 为什么会 你讲到什么 大家都知道 要跑来 然后 那是公开的吗 那不是讲一秒 讲两秒 那个我们是找一根 那个路灯 而且很特别 我们找到那个 木头的 你知道吗 现在还有那种木头的路灯 木头的 然后我们就 木头的嘛 对不对 我站在中间 然后会围 我的那个 弟兄姐妹 围一圈 围半圈 所以 刚讲的时候 有听到马英九 你知道 人就慢慢聚集了 可是 我不能一直讲 马英九啊 我回到圣经 人就 嘶 他就走了 所以 当天晚上到后来 我就 其实我得了一个结论 为什么 现在很多教会 喜欢讲成功神学 就是所谓的 告诉你 你的信耶稣就会 很棒 因为 人喜欢听这个嘛 对不对 我在那个当下 我一直讲 马英九的时候 人就怎么样 就多起来啦 我的舞台又出现啦 那还真希望整晚上 都给他讲马英九算了 可不行 那是茶经班 所以只好又回来了 好 太阳话 我到最后面 再看能不能接上去 我讲一个基督徒的圈圈很喜欢用的一个 英文的一个简 缩简的四个字母 WWJD 我们听过 WWJD 有人误会他 有人把它想成是 What will Jesus do 就是 耶稣将会怎么做 可是这个原文不是 What will Jesus do 它是What would Jesus do 所以它不是一个假设语气而已 它是一个与现在事实相反 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个 思考上一个很严重的差异 就是当你来问说 如果耶稣在这里 耶稣在你这个处 耶稣将会怎么做 你会去思考耶稣以前怎么做 所以他现在会怎么做 对不对 你会往这个方向去 可是 这个What would Jesus do 它前面应该还有一句吧 它是与现在事实相反的话 前面应该还有一句吧 应该是 If 什么 你们造句一下 If Jesus were here What would Jesus do 对不对 或是If Jesus were you What would Jesus do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如果你一直想 耶稣会怎么做 你的思维跟你的想像力 是被缩减下去的 因为你只能从 圣经里面记载的耶稣去思考 耶稣大概会怎么做 对不对 可是这里不是 这里不是假设 这里是以现在事实相反 这里的焦点是你 你在你的处境 当耶稣在你的处境的时候 耶稣会怎么做 可是重点还是你耶 你自己要make a decision 你要做一个决定 而且你是在你的处境里面做决定 而且你的处境是圣经里面 因为你要想耶稣不曾发生过的 他不会没有在圣经里面发生过的 你必须从你的处境 来思考你要怎么面对 我讲这干什么 因为刚刚 信德牧师又讲到那个受苦 基督徒 刚刚有提到说 是不是很个人的 为什么会跟公共神学产生议题 其实 现在应该不再是个问题了 现在都已经有基督徒阻挡了 对不对 阻挡就是根本就不需要再问这个问题了 可是我有个误解是在于说 信仰是非常个人的 如果我们用英文讲 它是非常personal 是吧 它有一个很强烈 很大部分是personal的表现 可是它不是private 信仰的呈现跟实践 它不会是private 它不会是私有的 它一定是公共的 那既然都已经有人阻挡了 就不再论述 它为什么是公共的 我觉得应该要论述 它要如何公共 怎么做 how 怎么做 那我自己的经验呢 延续刚刚信仰的牧师讲的受苦 我自己的经验 如果基督徒有意识到 他要跟受苦的人站在一起 那他一定会记录公共神学 因为现在的社会 受苦不会来自于说是因为你的 你们家园外欺负你这个小别女 然后你在受苦 不会只是这种现象而已吧 现在人的受苦都来自于结构 社会的结构也好 你那个群体的结构也好 你那个公司的结构也好 都是来自于结构的状况在受苦 所以你要跟一个人受苦的人 一同受苦的时候 你就不会变成只是 就是各己私人的事情 你一定会面对结构的 所以如果你关心的是社会议题 开始 比如说你 我们年轻的时代 我们那时候很年轻 我们会 我们那个被教训关心除记 你们有没有这种 你们知道什么叫熟记吗 你们比较熟那个圆交 对不对 不是啊 我不是说你们熟 我是说你们比较知道 什么叫圆交 你们知道什么叫熟记 那应该是二三十年前的事情 就是很多原住民都过落 他们的小朋友 他们在小学毕业的毕业典里 校门口就在那些 三七那些 在那边等他们 因为他们的父母 已经把他们卖掉了 熟记是不是社会议题 是不是啊 是啊 是社会议题 你如果你要关心像熟记这类的社会议题 你到一个地步你会发现 这不是社会议题而已 这是政治问题 这也不是只是法律问题 因为当有一个熟记 他从他的那个地方逃出来以后 你知道他要躲谁吗 他不但要躲他们的 刚刚讲的三七那 躲那些黑道 他还要躲什么 他还要躲警察耶 这为什么不会是个政治问题 他面对的是整个结构的败坏 他们是最边缘最容易被压迫的 所以基督徒如果你要关怀社会议题 你不可能不去牵扯到政治的一定的 所以 台湾长老会被骂了50年 那为什么 因为他们一开始最关心的是社会议题 听说古老古老古早古早 每一个火车站都会有一个 那种民众就业的一个小窗口 现在不会有了 在一开始是教会做的 后来才变成是政府做的 就是说如果教会 如果基督徒的群体 他要去关心社会议题 他要去关心社会弱势 你不可能停留在只是社会议题 你会牵扯政治 那可是基督徒在这种状况还是个拉扯 我是基督徒耶 我相信上帝就好 我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 我刚忘记问问你 专博士啊 台神没有把你开除啊 奇怪 你刚刚讲那些 应该被台神开除了 是吧 现在台神我比较不认识 跟我以前读的时候不太一样 好 我刚讲的 好 这个 我常会这样 我连在台湾讲到的时候 我可以讲一下 他问我的会我刚讲哪里 好 心里相信口里承认 这是很个极 我不是这样我就得救了吗 是不是 莫特曼刚刚那个 专博士有提到 莫特曼一个德国的神侠 现在还在一次 我不晓得是不是只有他讲 还是事实上不是他讲 我忘了 他用那个identity跟revalence 这两个概念来看基督徒 他这种拉扯 就是说基督徒要认知他的身份 他要认知他的身份 他的身份是上帝国的子民 是吧 是属神的 可是他有另外一个面向 或是另外一个方向 是relevant 是一个关联性 基督徒并没有活在半空中吧 我是上帝的子民 然后还配一对视吧 不是 他是实实在要活在世界上面 他一定跟他周遭的人事物是有关联的 他如何能够在是上帝国的子民 而且这个identity 这个身份认同 然后又在 他实际活在世界上的这个观点性上 他如何去达到平衡 或说在挣扎里面得到平安 这个反而就是 才会是说 比如说我们在探讨公共审学 基督关怀社会 或是牵涉政治 其实要看的是这个东西 当我们太 当我们那个误解太深 认为我这个基督徒 就是属上帝国的 然后就是跟这个世俗 怎么样 切割 没有关系的 那就会很怀疑 很奇怪 为什么基督徒 甚至一个基督群体 要去触碰这些议题 用很幼稚园的语会来讲 孙东参怎么说的 他说政治是什么 什么 你们都忘记了 是不是他已经退烧了 管理众人知识 意思就是说 几乎 只要是政治 只要你的生活 各个面向 都一定会有政治的渗透进来 是吧 是啊 回忆我一下 是 好 那信仰是什么 信仰在你生命里面 它只在哪个部分 妈 信仰是什么 信仰会是你生命生活的 全部的呈现 是吧 所以怎么可能你的信仰跟政治 不会打劫呢 不会有交集 不会重复呢 一定的 所以不用再去思考说 我作为一个基督 我是不是不要去触碰这个议题 你跑不掉的 你一定跑不掉的 那最近的台湾发生一些事件 包括美国 一些事件 让我必须接下去讲下一个概念就是 你是一个基督徒 一个信徒 可是你的身份 同时也是一个信徒的公民 公民 对不对 那当你的身份又多了一种叫做信徒公职 公职 职业的职 公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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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职的时候 基督徒要怎么面对 这个是 我现在讲都是有观点的 就是说我今天是个信徒公民 我对社会有没有义务 有吧 我也可能从社会得到一些权利 可是我是信徒公职的时候 会跟一个信徒公民不太一样 举例就是这个美国之前有一个什么King的 King Davis 那个女生的那个 他类似我们的区公所的官员嘛 对不对 他要颁发什么 结婚证书啊 可是这一对同志的新人来 他怎么样 他拒绝颁发 他不但拒绝颁发 他还不准整个办公室 办公室整个办公室都不可以发 因为他主管 那是一个county 那是个巨 那个 应该算是大的 美国那种 那种的官员都是用选的 不是像台湾是用考试的 他是民选的 那他已经 他已经是一个官员 他可以管理整个办公室 他拒绝整个办公室 发那个 同婚的证书 然后就告上去 B2RB 这个就是我刚讲的 当你是一个基督徒公民 然后不只是公民 而且你现在是个公职的时候 你怎么用你的信仰看待 这个问题 那这个东西在台湾 就也是很混乱的一个状况 我常常跟我的弟兄姐妹说 即便就算你从你的信仰 你从圣经的诠释 从你的信仰 你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 叫做同性恋在圣经的标准看起来是罪 好 这已经是个共识了 就算是这样子 基督徒仍然应该在社会上 支持同婚合法的权利 听懂意思吗 这个就是所谓公共议题 听懂意思吗 基督徒太害怕 我说 刚刚那个庄公司都很客气 他都没有讲出那个联盟的名字 我跟你们介绍那个联盟叫做无碍联盟 没听过吗 他无碍联盟 你会知道我是比他极端的人 他是个无碍联盟 我说无碍联盟他们在做的事情 恰恰显示他们不信上帝 恰恰显示他们对上帝一点信心都没有 他们居然要想要用政治的力量 跟法律的致病 来保护自己的信仰模式跟生活 这是恰恰刚刚好不信上帝的一个表现 不论他们的外表呈现了多么敬虔 从受苦的概念来看 真正敬虔的基督徒应该是 当法律的制定是侵犯他们权利的 当政治的力量是压迫基督徒的 这个时候基督徒愿意坚持 以受苦的形态来坚持他的信仰 像刚刚提的代言一样 这才是真正敬虔的基督徒 这个无碍联盟刚好做相反的事情 他想要使用政治力跟法律的力量 来保护自己的同时 其实是在伤害别人 其实是在压缩别人的权力 其实简单来讲是在压迫别人 这个真的完全就不是基督教信仰的概念跟呈现 所以为什么我自己会参与318 就因为我在台北嘛 我在台中 当我看到受苦的人的时候 我这个人思想比较单纯 这一方面 这一方面比较单纯 不会有太多的论证 我会直接都跟受苦的人在一起 所以你要骗我很简单 假装受苦我就跟你站在一起 我也深信 以为基督徒应该是这样生命的呈现 因为我从圣经里面看到的耶稣都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他会跟受苦的人站在一起 他会跟边缘的人站在一起 不论那个受苦者 那个边缘的人是不是同意他的信仰 这个还不先论 耶稣的做法是先跟他站在一起 然后保护他 我认为保护他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我就用刚刚记得牧师的那个 约翰福音的那个 经文来看 当耶稣说 你们之中没有罪的人可以先拿石头怎么样 把他case 对不对 我说好在那是在犹太人的群体 如果在台湾 耶稣跟基督徒这样讲 你们没有罪的人可以case 他还真的会case 信不信 你去思考耶稣在做什么事情 你去思考耶稣在讲这句话在做什么事情 耶稣在保护那个所谓席因的妇人 受到过分不公义的对待 是不是 耶稣先 耶稣我们先蹲下 耶稣是蹲下 耶稣我们先靠过去那夫人说 你要不要认罪悔改 你要不要信 你要不要信我 没有 耶稣没有跟他谈条件 耶稣直接 直接 直接对待一个受压迫病的人 耶稣的反应马上是保护他在说 耶稣保护他以后 然后问他说 有没有人提你的罪 没有 他们都走光 那耶稣说 我也不提你的罪 后面才是重点 耶稣才说 以后不要 不要再办 你们猜这个妇人回去会不会再办 根据人的惯性 当然是容易再办 可是耶稣有没有说 啊 早知道就不保护你了 No 没有 这是一个模式 耶稣基督呈现出来的 那我也会鼓励我自己跟所有基督徒 不管在318 不管在其他的活动 因为接下来高中的 高中的我也在那边 你知道 年纪大熬夜生很累 你知道 可是 当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 我都很自动 很自然的会跟他们站在一起 那要论述的话 再来论述 听懂我意思吗 我们要先保护受压迫者 先让这个压迫的情况 先止息 要论述 再来论述 这个是我比较没有 没有学理的看法 不能这样子 好 陈牧师谢谢 大家已经发现有相当不一样的神学观点 虽然说陈牧师讲得比较浅白 但事实上 他的观念其实也还蛮清楚的 然后特别补充一下 刚刚那 你说的那个确实是模特蠻讲的 没错 有关identity跟reference 那是模特蠻讲的 那最后我们请博威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作为一个社卿 就是病不负担募职 但事实上信徒皆即死 很多圣经人士 应该都知道 所以呢 那请博威分享一下 经验和想法 谢谢 现在 贴在两位明目后面讲话 非常有压力 大家可以放心 我讲的一点更前白 因为我是一个粗人 我是一个色青 色青是社会青年的意思 其实我都说我是社会中年的 在3月18号的晚上 我因为我的协会 我在一个经教的协会 那其实他在这个礼监士的组成 是这个岛屿上面 比较保守那一方的各大明目都有 所以我非常努力的在做我的这个 礼监士会的报告 那我就跟我的文艺青年工程师朋友 他其实也中年了 他这样来吗 没有 我就说没关系你去 然后你假如被丢包的话 一通电话你要多快的车 我有三部摩托车 你可以随便选 要一二五的还一千的都可以 我去山上帮你载回来 刷牢 我很辛苦 他说我好感动 半个钟头以后打电话来 诶 我在立法院里面 我心里想 他擦了是磕了什么药 我说谁的 我在立法院里面 来来来来看转播 看转播 我用iPad弄了一个转播 我说哦 这样哦 就看他iPad 结果他那个iPad转播变成 那个晚上 就是好像撑了大概四十几个小时 他那个iPad的转播 这是我的经验 那我第二天去现场 我就是 因为我以前是工程师 所以我就拿了一些网路设备去 这样子 对啊 然后这是我的经验 那当然陆陆续续都有去现场 不过我想比起四毫哥啊 还有在座的很多人 来讲这些都不值一生 我想说的是对我而言 作为一个照好教会的青年 而我在这个当中 我会觉得是什么 不要这样啦 这么不认同吗 我其实我要先说啦 我可以反串一下吗 因为我可能这里面 这三位里面我敢说 若说要胜过他们什么 大概就是我可以反串 因为我在来台北念书之前 我都在讲国语的教会 其实讲国语的教会 是一个非常粗略的分法 但是大家就原谅我用这个词 我把这个词拿来泛指 就是从1949年之后 来台湾的各个宗派 那我觉得这个区分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在这个里面所 我啦 我自己 还有各位 假如有一些经验的话 在这当中 必定可以体会到非常剧烈的 在神学上面 在社会参与方面 在政治的立场方面 非常剧烈的不同 甚至是对吧 这两兆附近 这两兆就我这样看 互相看不爽还蛮久的 那我必须说 对于讲国语的教会 大家原谅我 我不太会用什么太学术的名词 我就暂写称国语教会 那国语教会里面 就是对于 对于所谓的 长老教会 插建地 插成座这件事 頗有为止 长老教会 对于国语教会 依附当权者 这件事 也頗有为止 非常的久 那我觉得到了这个 摄映的期间呢 就非常的明显 就是长老教会 大部分 比较积极的在参与 而且是采取认同的角度 那国语教会呢 我在座有朋友就跟我报导说 就是牧师还有整个教会的氛围 大体上就是 不要在教会讲那肮脏的东西啊 然后上台就开始狂骂暴敏 那我就开始想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奇怪的状况呢 我不断的在想 对我来讲 因为我自己的信仰经验 所以我发现这是一个 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 一个剥离 一个alienation 就是为什么这个信仰 可以差异到这么大 而且他们自己不会意识到 这个他们 包括长老教会 跟国语教派两兆的人 自己不太有意识到说 跟对照的这个差异这么大 我有一个学长在念台神的时候 自己跑去华神修 然后开始 开始努力的搞这个 台神华神的每年呢 神学生又联谊 结果你知道 一开始 两边都把它当见底 觉得思想不纯正 我只是举这个例子 来跟大家说 就是这个张力是非常强大的 我觉得在 我先说我知道国语教会好了 对施豪哥刚刚讲的 我就来反串一下 国语教会一定是 就是可以有一套神学来狂骂他 那你牧师不好好做 对不起啊 你牧师不好好做 跑去跟人家跑去议场 而不是议场而已 他跑去行政去香港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木犯呢 牧师 你这是什么典范呢 对不对 岂不知道呢 这是错误的事情吗 你要站在真理的这一边 而真理 真理呢 是我们要顺服执政掌权的啊 那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国语教会是不是都讲这样 再次有明亮 对我正好要讲 就是说既然你反串了 等一下问问题的时候 国语教会如果 所谓国语教会 如果也要回应的话 赶快举手 假如我讲了等一下发生了 也没有 但是你还是可以去讲 我感觉你讲的 让我很不舒服 麻烦你提醒我一下 那我觉得这个中间呢 产生了一个很微妙的事情 那我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思考是 这个有历史的成因 有历史的成因造成的 他会众的组成的不同 有人本身的历史累积 应该这样讲 要清楚 1949年来以后的教会 他与他的母会产生了 就是自然的切割的状态 而且很多的宣耀士 他所带领的教会 在这边与他的会众也产生分离 然后来台湾的时候 在一直到1952年 1952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因为中国开始把所有的 所有的外国宣耀士都赶出中国 于是大部分都来了台湾跟香港 那开始做的事情是 突然从那么大的工作区 来到小小的台湾 中国那边的青年常讲 一个岛国 来到这个岛国 小岛 所以就开始有很大量的整病 整病的意思是什么呢? 本来他的工作区可能是百里 一百多公里的地方 但是来到台湾以后 他可能要幕的只是一个一百步的眷村而已 所以在跟教派之间 我举一个例子最明显 就是东海大学 东海大学是很多的基督教大学所合并而成的 在台湾重新成立的 所以本来是一中一派来办大学 很多是一中一派 但是在台湾就没有进兴会的大学 大家资源整合一下 因为地也不大 那我们来买一买地做一个大学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跟会众是隔离 然后跟自己的母会也隔离了 我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联合卫理会 现在在美国的联合卫理会 对同性婚姻的态度 跟台湾的卫理工会是很不一样的 比如说这个路德中的教会 路德中的教会 那现在路德中的教会 在台湾最大的是哪一间 各位知道吗 真理堂 真理堂跟Lutherans的仪式有在用吗 没有 这是一个切离的 这是一个历史的因素切离 历史的因素还包含一个 就是在1960年代的时候 开始有解放神学的声音出现 那台湾的当选者 一听到解放两个字就跳起来 这是共产 这是共产党啊 不行 不行 而且要强迫 那个联合教会 要脱离普世教学 这是很大的一个纷争 那在当时在美国本土麦卡锡主义 盛行的时候谈共色变 那在这个情况底下 跟台湾最要好的几个议员 都是共和党 然后都是从最保守的州出来的 然后是光谱最保守的那几个 我用一个现在的比喻 就是有点像Huckabee 这样子 不知道大家懂不懂 就是最保守的那一框 好 那台湾教会要参与国际组织 那就是这些跟台湾友好的议员所牵连的这些国际组织 所以台湾呢 是参加一个好像国际 但是其实是不保守 不 不国际的极保守的组织的状况 所以 我在这里要引 他现在是卫以公会城中教会的牧师 以前他在中原院做研究 做台湾教会史研究的 庞君华牧师的话 他创造了一个词 我觉得来形容国以教会的现象非常好 就是小群保 越来越小群 就是我以地方堂会 我以我牧的人 因为说实在 这个这没有什么好或不好 因为这是一个历史现实 他所看到的就是他眼前的这一群逃难来的人 于是他就专心来目楼 然后因为政府的规定 政府的压力 还有种种的因素 让他跟母会失去了关联的时候 所以母会在推行什么运动 不像长老教会 长老教会在搞什么101新倍加 那各个堂会就会 要提到101新倍加 就算心里面不太爽的要贴到海报 很多时候会友都是 我也是看了海报才知道 很像当今圣上会讲的话 那在这种情况底下 他们的神学就很容易越走越保守 越走越极端 为什么 我觉得这也是有历史成因的 这是我个人的见解 不是什么学者的学术 就是在刚刚有人提到 就是教会不应该找这种俗事 这句话真是讲到了心坎里 我心坎里 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18岁以前的教会 的的确确就是这么觉得 那我后来才发现 这跟教会历史上的圣俗二分 是不一样的 跟正教分离更是不一样 在国以教会的论述里面 圣俗二分它不是sacrate and secular 是sacrate and profane 这个俗是一个脏字 当做脏话来骂的 这个俗事就是脏话 这个也是有历史成因 那容我再班门弄服一下 在场历史的研究生 这跟中国的本色化运动 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运动 非常深切的关系 我们现在所认知到的各大外来宗派 跟中国本地企业 对不起 再来个数据一下 台湾的新教哪一个中派最大 文庄乐会 再来第二名是哪一个呢 赵慧 赵慧就是中国本色化运动出来的 在中国本土最大的教会 在中国产生的大的教会 它可以说是在新教的 中国localization最成功的一个教会 那尼托森弟兄跟 尼托森弟兄这一支 还有在1930年代另外一个名牧师 叫做王明道 他们两个人的神学立场 我个人见解 可能因为当时的中国情况 太风雨飘摇了 所以非常非常的出事 此事非无家 我们要定金在天上的财宝 不要管地上的事 这一个路线非常的明显 所以当我们谈到什么样的东西的时候 什么样这个政治的东西的时候 都有这样子的倾向 那我觉得这背后还有一个是儒家的影响 还有就是明清以来积宣同志 不过这是太大的题目 我在此就不废话 那我觉得非常喜爱使用圣俗 就是这样圣俗二分的状况以外 这是有一个好处的 就是人们喜欢绝对的语言 你今天讲的非常绝对 我只要follow就好 那不管外面的这个狂风大浪恶水在打 我们都要在汪洋当中 守住我们这一条破船 我看到某教会的会友 在Facebook上贴一个 我朋友转给我说 这完全没有自觉 他写什么呢 该教会的牧师因为挪用教会的款项 几千万结果在他的国家 就用口袋来还被定罪了 结果这个会友就写说 哎呀我真是好难过 这个牧师被定罪 受到这么大的打击 结果呢 都是外教派的人在批评 哎呀我真是好难过 我会继续为牧师祷告 然后呢 我觉得我会 我仍然是非常相信牧师 他们都不懂坚持 坚持对的事情的好处 What I heard 这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想到说就是反省这两个字 好像哪里有哪个东西错了 在此我也要再来讲一件事 最近呢所谓的信望盟 做了一个所谓的影片 姐姐的呢 毕宗的总干事林芳仲牧师呢 在某特会上面呢 这个女某候选人喊冬参的 然后呢 就是很酸啊 然后很批判啊 说张老教会这个还有这个 林芳仲牧师你要怎么负责 我跟我很多朋友看到都愣住了 蛤 啊你是没在看报哦 当今圣上都会看报了呢 他第二个礼拜在教会公报就道歉了呢 后来我朋友提醒我一件事 欸不对哦 你想想看 他们会觉得那个总干事或者是会督 可能就代表整个教会 in some part 可能是真的这样啊 但是 但是就是 那是一个全力的想象 在张老教会 他一这样做 哇 哇 很多人批评啊 很多人骂啊 但是 但是在信望盟的系统 就是国语教会 比较难去想象说 主任牧师说的话 很有可能是不代表 那个教会大体上 整体的意见啊 而且是 我只是说可能 对 就像经上也不能代表我的立场 你知道 所以我还是称他经上 很恭敬的 那我现在要再讲到一个 其实张老教会 也自己不用太得意了 张老教会自己呢 在 在 就是青年们在面对到说 非常非常的官僚的体系 然后忽视青年的声音 忽视民众的声音 造成 造成了这个非常危险的法案 就要通过了 然后爆发这个事件 结果隔了几个月 张老教会自己就干了一样的事啊 自己就在 人数不足的情况底下 开会人数不足的情况底下 就提说 我们要公告一个沐寒 这个沐寒的效力 有点像天主叫Petal Board 就是 是 反正说声音 是不是 有点像 通欲 通欲 抱歉 我不知道中文是什么 那 沐寒就要表决 就当场就有人举手说 等一下 这是有问题的 然后正要发言 发言到一半 主席又说 对不起 此题不讨论 敬付表决 就表决 然后就表决了 我说这个 你们干的事情 跟半分钟 张庆宗做的事情一样嘛 那自己青年 这个 对于社青来讲 还有对于更年轻的 就是对青年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受不了的事情 就是说 我们长老教会在 面对大环境的不公不义 就是 国会的不公不义 说得累累到 讲得这么有声音 然后还冲进去立场 议长插旗子 哦 到夹小 冲进去议长插旗子 然后东讲西讲 报个八卦 那个 再一次 就有风声 里面的人就要讲说 再一次 再一次 就要把旗子扯下来 我说 我那真是难看 他说他们自己找 好吧 哇 这么爱出风头 这么爱表达立场 这么反对 结果自己在教会里面 却用了一模一样官僚的方式 就是 再处理一个重要的议题 所以 青年也受不了 所以有一群青年也是跑去抗议 那抗议了 当然结果是 还是通过了 所以我说的是 对于张小教会的 作为一个张小教会的青年 那我觉得我在观看这整个事件的时候 你说 公共神学 张小教会 这个在我 我这样子看 就是好像1970年代 在不能说话的时候 说了很多话 然后呢 这个站在政府的对立面 可是其实 又很矛盾的在自己教会内部所做的事情 是一模一样的 好 我分享到这里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还有大概二十几分钟的时间 那所以 现在我想就把时间开放给在场各位 注意了 等一下 一次三位 你先 那就先你们三位了 好 这个我来 好 你先 我想先请问一下那个 那个 杨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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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刚提到那个 我只是稍微 问一下这个不是主要问题 就是你刚刚提到那个 穆罕是指 那个 针对同性戀异常的那个 穆罕是指那一本吗 是 OK 好 那我想就进入到我的 一个问题 就是说 刚刚在 在 陈牧师 在奔详的时候 陈牧师 陈牧师 对 好 是好 大家都有称 我就跟着称 那就是 嗯 因为刚刚有提到一个 那个 呃 我自己是觉得说 专牧师 在这方面 比较 没有太 呃 没有一个太 奇迹之外 专牧师讲说奇迹 但是 他在态度跟行动上面的时候 怎么是感觉比较惊奇 那 所以可能我问一个 比较尖锐的问题 说 如果 雷倩 落魄了 变成一个 呃 变成一个打落水狗的那种状态的时候 不知道是不是会认同他 或者是说 会用 因果报应来批判他 这不好意思 这个问题比较尖锐 那 那个就 那另外一个是说 呃 因为 我们今天是讲说 讲说后太阳的话 那 那就是说 他的前面一个是太阳化的 是在一个 政治上面的 这种的对立 就是说 政策上面的这个 那另外一个是到 就我们刚刚音音约约 其实大家也有在讲 另外一个的 后太阳化的现象 浮现出来的议题 就是 关于那个 多元增加帮的问题 那 那 那就是说 如果 我们今天早上会的这种 呃 支持太阳化的 的一种 是作为我们的一个 政治的一个 对政治的一个 态度的话 那是不是也意味着说 我们对于1130 呃 的行动 或者是说他们支持者 是不是也不应该这样 他们一并 贴标签化 认为说 他们是保守的 他们是 压迫者的 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好 谢谢 那刚刚另外两位举手的 一位 好 我就按这样子 我回应一下 就是 莊莫是有提到 那个他者 跟他认为公共是 就是 人跟省的关系 那他者其实 就是他者 全是他者的人有很多 那 那个公共人跟省的关系 我首先联想到的是 那个齐克国 存在哲学家齐克国 在他的 爱的作工里面有提到 那个 你要怎么爱灵人 就是 让他 协同他一起认识上帝的爱 然后让他经验上帝的爱 他就知道 什么叫做爱灵人 你就是在做爱灵人这件事情 他者呢 其实就跟存在哲学有关 就是 沙特 也提到他者的部分 可是沙特的他者是他 就是我在自我意识的当中 然后去意识到 原来我里面还有一个他者的我 就是我变成了另外一个客体 主体的我 认识客体的我 可是呢 在沙特的理论里面 在沙特的观点里面 他的绝对他者是排除上帝的 因为你才说上帝已经死了 但是不好意思 因为我用了这么多 哲学的东西 学术的东西 并不是我要回应的 我想回应的是 我讲这么多东西 其实我自己也搞不清楚 我在讲什么 我想讲的是 我们用了很多的学术的语言 用了很多神学的术语 放在公共的空间里面 是不是所有的人 都听得懂这些东西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在思考公共神学的 这个神学 他只有局限在基督教信仰吗 那个嘉宇一开始有提到 公共神学在台湾 跟在欧美国家是不一样的 欧美国家有基督教的背景 所以他们在谈正教分比是那种 政治跟信仰过多的交叉 可是在台湾不是这样 基督教的群体 就像今天在现场的非基督教 基督教徒一样是少数 所以我们可以在一堆的基督徒里面 去讨论这些东西 可是这个东西放在公共领域的时候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听得懂我们讲什么 对这是我今天的一点的回应 另外一个就是 我发现长老教会这四个字真的非常好用 就是真的 因为那个太阳滑的时候 我偶尔会路过一下 然后当天晚上路过 隔天人数开始多起来的时候 然后我听说长老教会在某一个地方 自己围了一圈 然后宣称他们面对警察 的确面对警察 但是我是最重要的地方 然后我就想说 鎖滑地里面有认识的人 我去那边路过一下 可是因为人很多 而且那个通道都画出来了 然后有纠察队 纠察队很可怕 所以呢 好 那个时候 有一间背信非常好用 就是台湾张老教会 义工自工的背信 你只要穿着那件背信 你躺通行无助 那是什么 那是张老教会在台湾做社会运动 累积起来的能量 可是我发现 这几年我们正在耗损这些能量 所以刚才有提到那个穆罕的问题 那个穆罕的部分 我不挺头 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 跟这群人站在一起 因为他们做了这么不公义的事情 如果要让神学能够放在公共领域 我们真的要回到圣经的话 我们真的可以去从圣经里面去找 去找阿摩斯 去找尼迦 去找这些公义的先知 看看他们怎么论述这些公义 然后这些公义 有没有办法真的放在 放在 放在我们当今的处境当中 所以当太阳花运动的时候 很多的牧师 一群 一群的进去立法院里面 为大家祷告 我只 后来我听到有人说 可不可以不要叫牧师再来 你进来就要叫我们祷告 太阳花里面 太阳花里面 让我有感动的一个时刻 就是在行政院前面 有一位牧师在场 有一位牧师他站起来 人家开始打的时候 他站起来 然后他旁边的人拉住他 就是鼠 请你坐下 好 那个时候 那是四豪哥 那时候我真的认真的 成为四豪哥的粉丝 几分钟 好 所以 对 我要回应的就是公共神学在台湾 到底 该谈什么 好 所以是一些评论加回应 下一轮 好 刚刚这边还有另外一方 好 你好 我想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 专牧师和陈牧师 因为刚刚我有说我是练阳堂的会员 所以今天真的很兴奋 因为两位牧师讲的东西 跟我教会的那一套差太多了 所以我的问题是这样 就是我观察我们教会 他的那些 您刚刚有提到 就是刚刚那个第三位讲者有提到说 这个教会它是比较 它言论比较出自上层下来的 就是上层会比较代表那个教会的立场 他们的立场有一个很激进的地方就是 刚刚专牧师一开始在讲 有一个光谱的两端 就是你要顾原则还是顾个人的时候 他们的确是顾原则 这个我非常同意专牧师的理论化 就是他们有一个所谓天堂入侵的观念 就是他们觉得说神会 神会帮助我们转化城市转化国家 所以这个时候的确会变成一个所谓有暴力 然后要跟掌权者要去获取权利来改变国家 但是如果按照庄牧师的理论这样子 一路推展下来的话 变成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 我们就只能在特殊启示的范围之内跟人对话 可是圣经还有一个层次是普遍的启示 就是神放在个人心里的 你可以说是道德观念等等之类的 那他们在虽然心里想的是 他们想要把那个普遍启示用暴力的方式 你可以这么说 用暴力的方式实现在世界上转化国家 可是他们实际上在做的 他们也很聪明 他们是用普遍启示的方式跟人家对话 所以说这个是家庭价值等等之类的 那这一步是真的踏不出去的吗 没有办法踏这一步的吗 因为就比如说我的教会 他们的一个需求就是 他们有很多掌权者在教会里面 就是有什么卫生署的高官 他们需要这样一种神学观 参与在社会当中 而且是用一个 虽然内心是基督徒 然后外表是一个社会公民的身份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 这个情况下就没有办法完全用一个 庄牧师刚刚说是用一个牧者的心态 特殊启示的范围之内 在神的框架之内跟人对话 所以我在想 我想请教庄牧师说 那这一步我们要怎么踏出去 我想请教陈牧师的是说 陈牧师刚刚提到说 我会首先跟受苦的人在一起 可是受苦的人要怎么定义 我们怎么找出那个 我们要跟他在一起的受苦的人 这也就跟普遍启示的观念 还有特殊启示之间的矛盾有关 因为每个人觉得自己很不开心 很受苦的事情 跟圣经差很多 那圣经里面 我身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怎么样找出 在各种各样的受苦当中 这一种是我们要去帮助的 就譬如说 庄牧师刚刚提到那个法律是 普遍化之后是暴力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我就不是太同意 因为法律它必然是两种法义的权衡之后 你要保护哪一种的问题 所以他们现在在参与公共社会的时候 就是说 在孩童后代 然后在一个学校的教育 然后在道德观念方面 他们要保护 然后不保护的就是 童韵分子 他们想要进行的社会改造 等等的 他们其实是在做这个权衡 所以他们其实也有在 跟某些人的受苦站在一起 就是后代 他们的标签是这样说 那我想请教陈牧师就是说 那我们出去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看到哪些受苦術 所以我们要在一起 谢谢 所以是原则的问题 因为三位多少都有提到 都有被问到 我觉得直接就请庄牧师先 然后陈牧师 然后各位 就按照刚刚的顺序 好 我同意回答 我不会用大拇指挖鼻孔 但是我会需要大拇指 但是我在该使用它的时候 使用它 不同的传统应该要彼此尊重 不管是130 或者是太阳花 我那天当太阳花出来 那个运动出来的时候 我放了一篇 然后被劈很惨 就是说两边的不同的意见 那我自己有我自己的 我的情感的立场 我的情感的立场 我的情感的立场是台湾独立 但是我无法在圣经的里头 找到这个在我情感的立场 我只能这种分裂的方式思考 刚刚在问你个问题说 到底有多radical 我觉得真正的radical是 我采取了Stanley Howard的路径 就是侯活士 我中午把它翻译一层 这个论力学家 他认为什么是教会 教会应该要努力的成为 这个世界所无法成为的那个东西 那叫做教会 你问我什么是公共神学 我只能说我作为一个牧师 我已经不在全时间在神学院 以一个做政治神学为职制的 学术研究者的身份 所以我没有办法用那个角度说话 但我认为在那个传统里头 有非常多重要的思想 有非常多重要的论述需要被开展 而且值得被开展 但站在我作为一个地方教会 牧会的牧师的身份 我认为那个呼召以及我该做的事情 有一件重要的回到刚刚大家的讨论 基督教在台湾是少数 如果是少数 请告诉我圣经里头的那群少数分子 他们搞公共神学的方式是什么 初代教会 十度行传 你告诉我他们论一个公共议题吗 或许保罗谈你做仆人的时候 你做主人的时候 但你抱歉他没有搞革命 那当然这件事情我们还可以再论 就是罗马书里头 到底保罗书信当中 权力的问题跟社会实践的当中 你的那个权势的光谱怎么采取 但容许我们就一起这样想 如果我们是一群少数的人 那么我在台湾论公共神学的时候 难道我要采取法兰特殊学派的传统吗 如果我们今天在谈一个公约的语言 我们认为我们谈自责认的公共神学 是应当让异教徒 与非基督宗教的教徒都听得懂 那在那个概念里头的公共神学 我承认有一个这样好的传统 但是在我所采取的激进的传统 我会认为我应该努力的让 特殊性的声音更多的被开展出来 而不是为了要获取普遍性的认同 因为我的圣招是要把特殊性的呼召 跟这个概念阐述出来 我服役于这个限制 但是当基督宗教越来越发展到 是主流是多数的时候 它当然要面对更多这种多元的包容的 但是我觉得在你还没有论清楚你的差异性 你就急着多元与包容 会不会出现了一个危机 是错置的危机 因为我是弱势 我是少数 不要说弱势 我是少数 那我想这样的套用 仍然有它错置的危机 就是我们如今的时代 你说它是前现代 现代后现代 根本就是一个拼贴的状态 你怎么去断代它 也因此是基督教在台湾是少数 但是这个少数 它是不是可以使用一些现代性的资源 思想的资源 制度的资源 来做杠杆的努力 我觉得也应当尊重 也应当尊重 所以我的论题 对我个人而言 我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跟主持人说 我大概会把自己绑在牧师的身份 我也只能论 自己的身份可以论的 因为我没有办法 代替别的传统 而别的传统有很好的价值 也应该 不管是Mersk的传统 Mothman的传统 Portid的 都有很好的传统 但我比较prefer 在我幕会的时候 请像Kalbat的传统 就是这样 这是我的会议 其实我认识Sing的牧师很久了 他在不同的群体 他会用不同的语绘 我先回答这个 雷倩 雷倩落魄 我心里当然会说 活该了 不过我当然会跟他说 没有 这会连接到 刚刚那个问到受压或者 怎么样辨别 受压或者 当有资源 有权利 我说authority 是power 跟掌控运用 这些东西产生的时候 就会有政治产生 那我怎么看受压或者 我不是说 我失恋了 我难过了 我就是受压或者 不是 受压Port 是跟权力有关系的 跟那个 跟power的运用有关系的 然后跟right的被取走有关系的 所以我是这样看受压或者 所以我一点都不会认为 吴爱联盟 他在 他在 顾虑自己的后 下一代的 权力 那个叫做受压或者 no 那个不是受压或者 尤其是基督徒的时候 基督徒什么时候 在一个社会里面 在一个群体的时候 里面开始去 争取自己的right 那就是他堕落的时候 基督徒 争取他在社会上的权力 完全就不是什么priority 根本是最后最后最后 他根本就应该是 放弃他的right 呈现他的信仰 所以我才一直说 吴爱蒙是不信上帝 够不够凶 一群不信上帝 却说自己是信旺的联盟 他一点对上帝盼望 信心都没有 他依附在权力 他依附在政治 依附在法律 他对上帝一点都没有信 他当然担心他下一代的权力 受到损失 他下一代会受到恶魔的学说 他说问你 你们从小是学创 学那个创造论 还是学那个演化论 演化论 所以你们都是诸董 都不信上帝 真的还不信上帝 就是说 学校教育有他的 有他的范畴 你教会也可以有你的教育 你家庭也可以有你的教育 当大环境不利于基督徒的时候 基督徒该怎么办 他信上帝呢 还是他信政治跟法律 可是我这年纪大了 还有一个对不对 还有什么问题 没有还是没有 没有 OK 没有人cue我 但是我还是要讲一下 我在这里想要 想要讲一件事 首先 就刚刚时间缘故没有讲 其实公共成学这个东西 完全是个外来的东西 没办法 我们就是养教 所以就是必须要用外来的import 公共这个字 公共这个字 公共这个字完全是一个外来的概念 在中华文化 不管你多台读 请承认我们在这个文化系统底下 公共这个字 在上个世纪初才开始有 那什么是公共这个概念 其实是一个外来的概念 它不是在这个文化里面的概念 所以我们没有public跟private的差异 什么意思呢 我们只有均均层层夫妇之子 我们只有五轮 所以什么事情是相对的 它没有一个绝对的private跟public 所以有权利的人 有权利的人跟没有权利的人 有位在位者为君子 君子可以做什么 那我们这种小人可以做什么 这是这样区分的 一切都是相对的 所以说伟大的老师叫圣之实则也 他会看着这个情况来做应变 好 大家听一下武萨萨 意思就是说他会见人说人话 我现在并不是在做这件事情 我只是在说 对我们而言 在我们的骨子里面 我们很难去体会到这一个 是不容易的 因为它是一个外来的东西 什么是public 为什么公园的东西会被破坏 因为它不是我的 它不是我爸的 它不是我离居的 它不是我同村落的 它是政府的 政府是public sector public sector is a far away idea public是什么 我无法想象 所以说它坏掉了我可以不用管 那当我们进到公共的时候 我们作为一个洋教 对不起 懂我这么说 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 在这个文化里面 我们在台湾的基督徒 我们怎么样去实现 所以尽管 庄牧师讲 Paul Tillich 或者是J.E.Matz 这些伟大的外国的神学家的概念 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谈 我想要替他补充 对它就是一个外来的概念 但是它与我们的信仰非常的重要 也就是因为它是太 与我们来讲是外来的东西 所以我们才需要它 所以我也再来谈到 那1130 为什么招好教会要反对 招好教会没有反对 招好教会没有反对 不是 我不是说招好会管方立场的反对 因为我是 因为那个 你应该说我刚刚讲的 130的部分是 我刚刚讲的130的部分 所以1130 应该说实际上它的状况 不管是1130 或者是 可能会投互加盟的人 OK 那当然 当然 我自己是很妥气 我自己就在那边 那我一直说 在这种情况之下的时候 就像 就像我们在看待 所谓一个多影成家法案 放案的时候 它有一种那种 个别个体的需要 它不必然是 全部在光谱的极端 像这次讲到 那个 刑法227条的那一个极端 那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会问这个东西的时候 是说 是不是说 其实1130 他们保护家庭的这一个立场底下 它其实它有一个可取之处 而不是把它 push到一个 互加盟的那种极端 我的意思是这样 可是它策划的就是互加盟 我想说的是 对于国语教会 还有互加盟搞这些东西 对于 我以及我的朋友看来 我可能不能为各位来发声 但是对我来讲 我的观感非常简单 你要关心公共 很好啊 公共有非常多的议题 你要关心家庭 我打结婚了 我根本不敢生小孩 为什么 没有钱 这样有感到吗 为什么 你们有没有关心 没有嘛 好像基督徒在这个 这个岛屿上的基督徒 有一错的基督徒 他成天所最关心的就是信 这个事我一定要讲大声一点 还有 一看一讲到信 就会再调一几遍 变成受教 靠 你要提倡一个倡议 麻烦你看清楚好不好 人家法案写什么 人家有提说人家的倡议 注意这个草案还没有成行 还没有送进法院 还没有送进院会 你就在反而已 然后还有刑法227条这件事 也是让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人家的立场是什么 你搞都搞不清楚 立刻上钢 然后用你以为的去狂骂一顿 我必须说一句非常简单的话 没有三两张 请不要上两张 上了两张被砍头 被人家骂的时候 不要砍头 这样有简单吧 你要出来倡议 就要有接受检验的Guds Guds太负全了 对不起 就这样 接受检验的感受 这个非常简单 我是觉得 好啊 你有你的idea 你可以去倡议 但是 不要把它等同于说 我这样就在讲家庭 在318 在那个黑老青说要去之前 我在我的脸书上发了一种动态 结果就勾动了一个 以前在保守教育 他父亲是某名 不要讲太多 某学妹就说 讲的真正有道理 然后他就变得很关心 然后就被我带坏 就是坏掉了 回不来 我说什么 我说我想请 因为在318的前几个礼拜 才发动那个魏嘉廷疫种 我说魏嘉廷疫种 现在有对整个岛屿的经济状况 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法案要通过 我恳请各位教亲 可以到群间楼前面疫种一下 看来两个字听不到 我说的就是这个 你 陶安明好像很关心 你信心希望联邦 请问他到现在到底有哪一个政见 哪一个政见他主打的有脱离 有脱离在攻击性少数 没有嘛 你没有其他的政见 那你在关心什么家庭 我障恶机刚刚摸不着头脑 你这个面对青年 这个世代对青年极为严酷 他有太多的议题 然后你们特别关心家庭 不是家庭 你们特关心是 那我觉得 那OK 大家都有你的选择 但是你关心性不要一下就人受调虚 或者是跟椅子结婚 拜托要看清楚 而且你要看清楚 像刑法227 人家连草案都还没送进去 假如在游行里面喊一句话 那我今天在那个 我去那个朱立伦的那个游行里面 然后喊一句说 党产全部捐出来 然后朱立伦就提上党产捐出来 绝对不是 断乎不是 我要学一下宝文 哈里巴特也讲过类似的 断乎不是 然后我们最后一轮不好意思 因为时间有一点超过 但是结束之后 大家可以在这里继续讨论 我想到绝对此之后 四十四十五还可以 那这一位 两位在后面 那 就先 就先两位 那 喂 好 请教三位 其实在我来听起来 是把公共诚学立体化 但短时间我没有办法 做很好的 文字上文法上的回应 可是我想要提 就是请三位 依照各个在信仰实践的路程上 怎么去思考 三位讲的内容 对我来讲 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在于 基督教信仰 其实是把基督徒 置放在一个不安全地带 我 吴爱联盟他们的状况 或者是很多为了信仰而辩论的 这些人 他们通常 他们想要讲的内容 是把自己置放在一个更安全地带 他想要取得一个很安全的很正确的 就大概三位都有讲到 那回到信仰实践来讲 所有事情脱不了公共 所有事情也脱不了信仰 基督教的神学 是因为我对焦那位看不见的神 好 那么你如何 一个基督徒你如何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 你会对焦神 你会对焦这个信仰 在对焦这个信仰里面 把自己放在那个不安全地带 去表述自己是基督徒 然后用基督徒的讯息 或基督徒的价值观 在看待那件事情 而看待那件事情 不是为了要 当然你是把自己放在那个不安全地带的时候 你就不是在论你对或错 而是那是一件事件 那是一件问题的发生 那实践就是要如何解决那个问题 有点复杂 可能表达不清楚 大概就是这样子 如何让自己其实是走出一个 进到那个不安全地带的这件事情 而这件事情正等于正表明 你是在实践一个 一个 这要怎么讲 可以结化吗 一个信仰 实践一个做信仰者的 哦 好好 可是应该不能讲说 在实践信仰 好 我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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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有一个基础是在于 我的信仰经验 我之前在德国 那德国它基督教文化 基督教信仰等于 埋在它的文化里面 跟台湾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他们的 传福音这件事情 不是老鼠柜 他们的传福音 不是要拉人来教会 看到那个经济成长 所以等于 我有传福音 他们在实践信仰的过程中 不太会标榜 我是基督徒 或基督是什么 可是当你阅读的时候 就像我看到那个 路边的街头 的bang 我发现它里面的内容 是 跟信仰有关 可是完全不知道 然后我后面去查他们的 整个进程 就发现 它是一个基督教信仰出来的 他不讲它是基督徒 我说 这个对我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事件 好 以上的问题 你就是要问他们的事件 对对对对对 好 了解 谢谢 那下一位 刚刚乃会举手 那再来 那我想要就是 请问就是一个 问题就是说 你们认为 就是 当基督徒去对于看待 参政 参加政治 或社会运动 这件事情 是一种 可以这么说 是荣耀神的表现吗 还是一种 就是说 超乎世俗化 就是 肯当的表现 尽量不要碰触 但是 在此我想要分享一个 我的生命经验 就是 嗯 就是小小生命经验 就是 就是之前在 我之前去找找教会 就是在 对于信仰化 这件事情 我感觉到就是说 嗯 那好像是一种 因为政府做的事情 所以说 我们要 不要去荣耀神 我们要去 出去去 去捍卫我们 所 为不想看到的事情 但是在 就是在 在我学校的社团里面 学校社团就是 偶然有一天 我找学校 在学校社团里面 发现一群 一群拿圣经 一直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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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一直 一直讲话 然后他们跟你讲 跟你讲话的时候 那个是照会的 然后我就 然后就 想说 算了算了 三步次打电话来很烦 我就 好 走进去听一听好了 那结果那天 偶然之后 那天偶然之后 他们逼我受洗 就想说 我已经受洗过一次了 想说 这种受洗有干嘛 然后受洗 穿衣服说 哇 今天要得救的一位好帮哦 然后想说 我已经受洗过一遍了 好 那等到有一天 就是他们 会不时每天打电话 起来吃早餐 每天打电话 起来叫我 叫我天然很烦 不过有个好处是 上课不会死上 因为 上课一定会有人打电话 叫你起床吃早餐 所以就会觉得说 这种家庭式的 那种管控 觉得说 有点 就好像把我们绑得 跟一个家庭一样 然后有家庭就说 那我们要不要一起 住在一起 他们有分弟兄自家 跟姊妹自家 想说 我已经住学校住这 拜托可以不要嘛 好 偶然 偶然就是他们 每天三不五十 每天会叫你 叫你去家里面吃饭啊 吃饭而甜 刚刚那时候 是香港占中的时候 然后我就感 我就大家分享祷告嘛 然后我就祷告说 嗯 我觉得香港 香港的占中的事情 就是 就是他们真普遍这件事情 很难过 这些神的力量可以 这样帮助他们 然后就有另外一个 他是真的香港同学 不过他祷告的内容 让我觉得很非常压抑 大家就说 他们觉得说 首先我也觉得非常难过 但是我认为 身为 身为一个基督徒 身为造会的一份子 我们不可以去 踏入那种 世俗化的社会运动当中 我们要信仰 神保守的力量 希望他们 唯一能做的事情 就是祷告 希望神 藉由神的力量 去改变整个事情 神必然是保守的 嗯 那我觉得非常压抑 我在的时候 再问一个问题说 所以你们看待 对于 你们知道 太阳化运动这件事情吧 那你们看 太阳化运动的事情 你们 就是只不过看待 他们说 我们也 就跟香港当中一样 我们也是应该要 好好地祷告 信仰上帝 能够拯救这个世界 而不是自己插入 社会运动里面 圈圈里面 然后 后来有一天 到现在 你们知道有一个 在场很多 99% 连球以上都不是宗教 那个政党 叫民国党 然后民国党 他们里面在批判说 身 世俗化的东西 怎么可以做过 宗教的力量去 藉由改变我们的 我们的政治环境呢 好 那时候 那我就反问一个问题 因为信旺蒙好像同样 也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但是说他们的解读 又是另外一种解读方式 就是说 我们因为 因为我们 因为这 现今社会上很多 同运的分子 已经逐渐来解放我们的 传统观念 违反大自然原则 所以说 我们应该要 支持这些 信旺蒙的分子们 好好的站出来 好好的站出来 透过神的力量 捍卫我们所谓的原则 所谓的价值 我觉得很奇怪说 你们 你们前一句话才听见民国党说 不可以 政治力量踏入 政治怎么 现在后一秒说 我们要 为了走出来捍卫 用神量走出来捍卫 我们自己的价值呢 我觉得说 这两句话不是相当的矛盾嘛 OK好 谢谢你的分子 我还没讲 我还没分享完 最后一段是那个 最后一段是 他们就是每天 每天会打电话 叫我吃早餐 每天每天会叫我去吃饭 后来讲说算很翻 一找接口 所以我就不讲去了 结果有一天 就是同志友情刚晚的时候 他们说 他们说 这些同志们 都是违反 那些 上帝的宗教的原则的 所以说我们应该要站出来 然后当然我们会发一张指示 捍卫公斗的联署 公斗联署说 我们要站出来联署说 我们要 站出来联署说 我们要捍卫整个家庭的价值 我们不能够做 不违反上帝的原则的事情 好 谢谢 好 最后一位 那不好意思 要尽量简短一点 好 那个台上三位 认识我 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 我是台湾教会公报的记者 属于长老教会的媒体 那个三位 我问一下一个问题 就是很简单 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 那 就是说 公共神学这四个字 三位 怎么把它定义出来 因为神学这两个字的话 它是 意涵的是 被呼召 然后去 回应 反省 我们的上主 然后我们去做一个实践 所以说 在这个 当中的话 刚刚三位都讲了很多很多 可是 我这边会想要知道的是 三位怎么去定义 公共神学 很清楚地告诉大家 什么是公共神学 那另外 就是在于这个 因为刚才大家一直 也会很热门地去谈到 这个信心希望联盟 这个政党 这个基督教政党 所以说 当我们在看这个 基督教政党的时候 如果说各位在去定义 这个公共神学的时候 会认为这个基督教政党 他们所执行的是 可是否 在你们定义当作的公共神学 因为 在这个基督教政党 他们的整个政策 他们整个的过程 事实上 也是受到很多社会 非常大的一个批判 那相对的在基督教界 也是分成 多数是支持 可是又有另外一部分 是对这部分也是 很大的一个批判 所以我想请教主 在座的三位 谢谢 所以简单讲 就是第一个定义 第二个就是说 从这个定义来讲 这个政党的问题 那甚至 我觉得可以进一步退休 它到底是一个基督教政党 那 我觉得因为时间的关系 就请三位间断的 回应兼作结 那也是一样 依照刚刚的 我简单的回应一下 我简单的回应一下 十戒到底带来的是 倫理生活的规范 那还是上帝规范的自身 十戒如果是前者 它会是一个非常沉重的道德律令 到了罗马书 重新给予律法一个福音的誓言 怎么看十戒 回到我一开始谈的受苦 其实十戒颁布的结果 最受苦的不是人 而是神 是颁布十戒的上帝 今天我们在谈法律 我们在谈现代性 人类生活的规范 到底怎么来看这件事情 它有很多好的传统 如果要用很简单的方式 回答什么叫做公共神学 我会选择倾向用 Saini Haworth的逻辑 我的回答方式 会倾向于教会论 作为公共神学的基础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 做新兴教会的研究 我最厌恶的就是 灵恩教会抛弃了所有的神学 不再有基督论 不再有什么什么论 最后只剩下圣灵教会论 然而 在这些 自己第一线服侍的旅程 虽然我没有采取灵恩的approach 但是我要说 如果你要问我 作为一个木职的身份 我会选择用教会论 作为公共神学的基础 什么是我的安全地带 我该如何踏出去 我会尊重 Mother Teresa的信仰时间路线 陪伴人走她生命 最后的一个阶段 但她不会是 上帝护照我做的事情 因为我没有在 那一个传统里 那我的传统是什么呢 我的不安全的地带 是去到麦当劳 跟摩斯汉堡 坐下来 用一个非常素人 并且人家伙把你当牧师 就是一个路人家 怪叔叔的角度 坐下来跟她分享 耶稣基督 她很粗暴吗 或许是 但是我 对我这个 从小在教会长大的我来说 这是我走出我安全感的方法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那如果你跳脱我的脉络 来批评某一个单一的行动 它可能是一种暴力 就像我一开始说 爱需要放在变政的脉络里 我有我限制的地方 我也有我突破我的限制的做法 这些做法可能很暴力 但是作为在教会参与公共的世界 我关心的是公共 还是我关心的是神学 这两者能分开吗 我关心的是价值 还是我关心的是生命 如果我关心的是家庭价值 那么我有很多的 所谓的公共性的行为 应该去做 但是如果我关心的是生命 牧养 陪伴的家庭流眼泪 排解夫妻之间离婚 然后重新回来再婚 什么各方面的问题 我会忙到 我几乎缓不出时间 上街头 批判同性恋的方案 我觉得我要花好多的时间 来陪伴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 不管那是Lessian 是Gay 是异性恋者 我们有太多 我们生命的议题 我们再往前走 这是我有限能够回答的 怎么定义公共神学 通常我面对一个不好答的问题 就是回答一个 你听不懂我答案 我就想到 基督教一一教文 他一开始就讲了 若不认识神 就无法认识人 若不认识人 就无法认识神 这就是我的公共神学 哈哈 你们懂吧 刚刚那个放在危险的地方 我听到 前面都没听到 我听到一个 怎么去解决 对不对 这反而是我最没有放在心上的 因为不更为能解决什么 为什么要受苦 如果够强大 我就直接把压迫者怎么样 干掉就好了 那为什么受苦 就因为没有办法干掉压迫者 所以我们只好选择跟受苦者一起受苦 那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解决什么事情的 而这本身 陪伴就是一个信仰的呈现 那我可能跟信德牧师不一样的地方 我的陪伴是不会去提耶稣基督的 我要讲耶稣基督 我只跟信徒讲 我要讲上义的话 我只跟认识上帝的人讲 那不认识上义的人 我认为只能陪伴 那我自己在想 刚刚想到我那个 今天讲那个受苦者 有个危险的地方 我又一直没有提到 就是当我们 愿意与受苦者一起受苦的时候 我们还是得觉察到 其实我们还是罪人 在相对的压迫跟被压迫之下 我还是一个罪人 因为我自己的经验 在陪伴那个乐生療养院的 乐亲的经验里面 我清楚 其实我年轻的时候 我也有这种表现 我清楚地感知到 当这群乐亲 不管他是基督徒 里面很大的部分 不是基督徒 他们把自己用铁链绑起来 绑在地上 然后挡那些警察的时候 在保护那些麻风的 悍生病的阿公阿嬷的时候 他们这样已经非常非暴力的 抗议的人 还要被警察这样残暴 很强硬的手段 这样拖走阿拉走阿 然后车子把他们开到 深山荒野 然后把他们放在那边 因为他们回不来 然后在那种状况的时候 你知道这些年轻人 他们心里面 会渐渐地认为说 这是很可怕的现象 就是 我是站在保护弱势的位置上 其实我做什么都可以 听懂我意思吗 因为他们受那么大的 公权力 邪恶的公权力 那么大的邪恶力量 压迫的时候 他会正当化自己做任何事情 这个需要信仰 这种时刻需要信仰 所以我 我陪他们 在乐生荒野里面 有两年的时间 都一直有个祷告会在里面 那当然是只有基督徒 跟阿公阿嬷 还有少数的人会参加 可是我一直在想一个事情 就是说 在那么强烈的抗争下面 如果没有回到信仰 然后没有决商到 其实我是个罪人 当我们 愿意去跟受苦的人在一起 受苦的时候 其实我们很容易骄傲 很容易提升 很容易变成上帝 很抱歉 我刚刚一直在讲 都没有去讲到这个感觉 很重要 就是基督徒你要跟受苦的人在一起 其实你也是承担罪 你还也是个罪人 我觉得公共神学 以我来讲就是去探讨 如何介入公共领域的神学的一个理论 那么在这里面 我觉得以我去定义它的话 身为一个基督徒 我想引用的是在约翰所写的那一句话 人若说自己爱神 但是他是反过来的 人若不爱看得见的弟兄 却说自己爱神 这个是说谎的 很简单 有人在我眼前受苦 我本来没有那么听同 我听了越来越多的故事 我实在受不了 听到他们被教会欺负 听到他们在教会里面怎么被迫害 我觉得这真的是让我非常难过 我不能够忍受这样的状况 你说在教义上面 doctrinal的方面 我是怎么样建立起来的 我觉得那个是之后的事情 当然在各位的耳朵里面所听到的 这样可能会陷入一个麻烦 就是在行动先于理性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件事情 当有人在你面前受苦的时候 当有人在你面前哭泣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伸出手来拥抱他 然后却是跟他说 你一定是犯了什么很大的罪 你要认罪悔改 不然上帝不会接纳你 对了 你讲的都很对了 但是我想也是保罗的那句话 耶稣没有以自己为强夺的 他本来可以啊 他甚至在被抓的时候 他说 你是这个是耶稣吗 他说我是 然后冰冰就倒 那个在原文就是 我是那个是等同于摩西问 问那个那团活 那团荆棘 那你是谁 I am 胡 I am 那个我是 耶稣也没有说我是 我是 我是 他就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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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一群 他可以嘛 但是他没有 他不以自己为强夺的 我们做基督徒在这个世上 我觉得应该要效法的是这样一个形象 是一个受苦的耶稣 是走向十字架的上帝 那我最后 我关于这个美术老师的话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一个画家 叫Rembrandt 那我觉得我想举他的例子 就是他的人生都起起落落 他其实很像古龙 就是他的作品 然后大麦 大麦就赚很多钱 然后他就花更多的钱 然后就变穷了 然后呢 就又努力画画 那个大麦 大麦就又有钱 然后又开始大量喝酒 然后就又掉下来 但是等到他人生最晚年的时候 他没有再去找 阿姆斯特丹那些有钱的商人 他反而那个时候开始 他反而那个时候开始 非常潜心的在画 圣经人物主题的画 浪子回头这幅画 他画了不止三次 不止三幅 假如你连草稿算下去的话 依我看他大概有五幅 但是一般都公认 在他晚年的这一幅作品是最好的 那他其实不止这样子 他在最晚期那几年 他贫病交加的时候 他没有再去勾勾 引那些有钱的商人 請他买的美和糖给他 他是好好的画圣经的故事 那这个 这个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 我觉得他在最后他几年的画作 呈现一个超越经验的一种灵性的力量 那我觉得这就是他传福音的方式 他作为一个基督徒画家 他传福音的方式 当然上帝给我们希望是我们所能秀的 希望我们不要到屏蔽交加 或者在街头被我们说到这样 头破血流的时候 才有操验的这个灵性的体悟 但是我想说的是公共成学 是一个理论的基础 对我而言 那走上街头不是唯一是一个可以 但是不是一定要每个人都去这样子实践 我觉得这是我的一点想法 谢谢大家今天做这么多讨论 那我们活动就到这里结束 那如果还有问题的话 可以到前面来 在还有一点时间可以跟他们讨论 不过我们的专门是要先走了 因为他一路从台中上来 所以大家再鼓掌 谢谢他们一下 谢谢